女人饿得前胸贴后背 混混掏出一袋烂香蕉 女人瞬间风抢起来 然后就个吃个的 谁也不耽误谁 不出意外 经历过多足俯卧撑的女人怀孕了 孩子她爹到底是谁 估计导演都不知道 另一边 一员眼看食物越来越少 一个极其恐怖的想法在脑海中出现 她让混混通知乘客去食物储藏室领取食物 饿得奄奄一息的乘客听后 一窝蜂冲进储藏室 等所有人冲进去后 才发现食物早已被准备 混混趁机锁上门 一员把一颗颗手榴弹扔进储藏室 被骗进储藏室的人死得一干二净 船长间事态失控 他把汽油浇在井剩的食物上 准备跟一员一伙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 黑老大和一员冲了进来 一员见状直接开枪打死 但为时已晚 井剩的食物被全部烧毁 黑老大穷凶极恶 要吃了女人活下来 却被一员儿子制止 就在两人争执时 一员一骑黑老大的肩膀 最后一发子弹被用光 黑老大趁机夺过枪 拿出事先藏好的子弹 一骑紧黑一员 随后朝一员儿子和女人追去